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式开展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阳光基金会在彰化基督教医院 主办小阳光孩童的画展 这些小阳光孩童 他们有一些是先天的疾病 有一些是烧烫伤 或者是交通事故等等的意外 引起的颜面受损 他们对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 结果他们很阳光的提起精神 来画出他们的画作 今天我们选出许多非常好的杰出的画作 在彰化基督教医院来做出展览 对于社会来讲 应该给这些小阳光们一些的鼓励跟掌声 谢谢 阳光基金会一直在推动脸部平全的活动 我们期待推广的是 每个人的脸其实都是与众不同 也都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 不管颜面外观如何 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机会 跟平等的对待 那希望能够消除社会上对外表的一个歧视 跟不公平的一个状况 那也期待透过这一次的画展 让大家对超汉商跟颜面损伤的孩子 有更多的认识 那在认识之后 能够给更多的支持以及关注 谢谢大家 威瑞从11年前开始 跟阳光基金会 做这个意卖的一个赞助的一个合作 那后来也把这个画作带到办公室里面 给同仁欣赏 在办公室开启的画展 那去年开始跟几家医院合作 我们把画作带到医院 让更多人可以欣赏到 那今年扩大到9家 那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合作 然后一起来推广 阳光基金会在推广的脸部平权 这样的一个概念 让台湾的整体的环境能够更好 让这些脸部有损伤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被关注的这些病友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环境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张基在这一方面 也可以提供对颜面伤残 颜面受伤 以及颜面烧伤的病患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从软组织的重建 都有相当坚强的团队 以及化团队的合作照顾 以及还有应组织的3D列印中心 都可以对病人提供相当良好的 一站式的服务 那也希望能够借此让更多的小朋友 以及颜面伤残的病患 能够进到社会 接受大家 那其实这个最大的魔法 就是在大家的心里面 大家心里有爱 它就是最棒的魔法 谢谢 谢谢